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美国特工突袭中国服药剥离公司 指控其涉及金融犯罪和劳工虐待 这次突袭行动在俄亥俄州莫雷恩的服药工厂及其周边地区进行 并引发了中国方面的高度关注 美国执法部门的调查重点包括洗钱 潜在人口走私、劳工剥削和金融犯罪 尽管服药剥离美国公司表示将权力配合调查 并认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其承包商 但这一事件无疑将在美国总统选举前成为热点话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上周五,美国的秋日清晨被一场惊心动魄的突袭行动打破了瓶颈 数百名来自国土安全部、国税局、IRS、刑事调查部门和联邦调查局、FBI的特工 齐聚而害俄州莫雷恩对福药剥离美国公司及其代顿大都市区的其他27个地点展开了大规模搜查 这次行动指向了金融犯罪和劳工剥削的指控 使得这家在Netflix纪录片《美国工厂》中备受关注的中国企业再次成为公众焦点 据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报道 国土安全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特工正在现场调查有关金融犯罪和劳工剥削的指控 这次高调调查恰逢中美之间双边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刻 并在美国总统选举前激起了新的担忧 一位中国观察家警告说 这些突袭可能成为美国政客在选举中的话题点 引发更多反华情绪 国土安全部的官员透露 调查活动遍及戴顿、自由镇、麦阿密斯堡、莫雷恩和西卡罗顿等地 当地报纸戴顿每日新闻援引一名国土安全部特工的话说 这次调查的重点是洗钱 潜在的人口走私、劳工剥削和金融犯罪 特工强调 执法人员正在努力识别受害者 为他们提供服务 并收集与调查相关的证据 福耀集团在周日证实 其在俄亥俄州的全资子公司福耀剥离美国公司于当地时间周五上午10点左右被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和当地执法人员搜查 公司补充说 特工在现场完成调查并于下午5点左右离开 福耀剥离美国公司不是调查的目标 公司副总裁艾米雷在向当地媒体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相信这涉及某些福耀的承包商 他补充说 公司将全力配合调查 并在周五重启了生产 预计生产和交付不会受到影响 戴顿每日新闻指出 本月早些时候收到一个举报 质疑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可能不当地向福耀提供工人 这引发了美国执法人员的关注 根据福耀剥离美国公司内部录音中的一段录音 一名国土安全部特工告诉工人 公司目前并不是调查的目标 周五也没有逮捕任何人的打算 这场突袭正值北京宣布派遣中国商务代表团访问美国 以巩固经济和贸易合作之际 这一动作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旧金山举行的纪念 双边关系45周年的研讨会上发表讲话 强调中国的发展和中美合作为美国经济提供了持续的增长动力 他指出超过7万家美国公司受益于中国的增长 仅对中国的出口就创造了93万个美国就业机会 谢峰强调 双方应该互补而不是伤害对方 努力延长合作清单 缩短负面清单 并用对话和合作的成功故事来否定灵痕博弈的叙述 福耀玻璃这家公司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广受关注 特别是因为Netflix上的纪录片《美国工厂》 这部由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其妻子米歇尔奥巴马制作的影片 记录了福耀在俄亥俄州工厂的美国工人生活 揭示了这家中国汽车玻璃公司不仅为当地带来了新的工作机会 还带来了中国工厂的高期望和严格管理风格 俄亥俄州参议员尼拉吉·安塔尼在X上发表声明 表示对周五在福耀的执法行动深感关切 在我当选之前 俄亥俄州通过Jobs Ohio向福耀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激励措施 期望创造美国就业机会 我期待了解更多关于今天的情况 他说 清华大学一位国际关系教授表示 目前尚未有定论福耀突袭的影响 因为美国执法部门尚未发表正式结论 从媒体报道来看 这似乎主要与非法工人问题有关 作为一家汽车玻璃制造商 福耀的敏感性远低于芯片制造等其他行业 但突袭的时机很敏感 可能会成为美国总统选举前的话题点 他表示因为此事敏感 要求匿名 这场突袭的背后 是中美两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复杂博弈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这一事件无疑将在未来的日子里 持续引发两国的高层关注 也将成为选战中的一个重要话题点 双方的回应和行动 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近期对福耀玻璃美国公司 及其相关承包商进行突袭调查 指控其涉及金融犯罪和劳工虐待 这家中国企业因其在Netflix纪录片 美国工厂中的出现而广受关注 此次行动涉及多个美国执法机构 包括国土安全部DHS 国税局IRS 刑事调查部门和联邦调查局FBI 数百名特工在俄亥俄州莫雷恩 及戴顿大都市区的其他27个地点 执行了搜查令 国土安全部的一份声明中指出 这次行动是针对金融犯罪 和劳工剥削的指控而展开的 当地媒体戴顿每日新闻报道称 调查重点包括洗钱 潜在的人口走私 劳工剥削和金融犯罪 国土安全部的特工 正在努力识别受害者 为他们提供服务 并收集相关证据 福药集团在周日的一份声明中证实 其位于俄亥俄州的全资子公司 福药玻璃美国公司 在当地时间周五上午10点左右 被美国联邦政府机构 和当地执法人员搜查 并于当天下午5点左右离开 福药玻璃美国公司 表示自己并不是调查的目标 主要是配合对第三方劳务公司的调查 公司副总裁艾米雷表示 联邦特工和当地执法人员的访问 是调查的一部分 且涉及某些福药的承包商 他补充说 公司将全力配合调查 尽管第一班和第二班的部分运营被暂停 但第三班恢复生产 并相信生产和交付不会受到影响 这次行动的时机十分敏感 恰逢美国大选临近 以及中美双边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北京方面正计划派遣中国商务代表团 访问美国 以巩固经济和贸易合作 清华大学的一位国际关系教授表示 这次突袭的影响尚未明确 因为美国执法部门尚未发表正式结论 不过这次行动可能会成为美国总统选举前的话题点 俄亥俄州参议员尼拉吉·安塔尼对突袭行动表示深度关切 并指出福耀曾通过Jobs Ohio获得数百万美元的激励措施 以创造美国就业机会 福耀因2019年中美贸易战期间在美国工厂纪录片中的亮相 成为中国对美投资的象征 该纪录片揭示了福耀在俄亥俄州工厂的工作情况 展示了中美两国工人之间文化和工作方式的差异 中国驻美大使谢丰 在一个中美双边关系研讨会上强调 中国的发展和中美合作为美国经济提供了持续的增长动力 谢丰指出超过7万家美国公司受益于中国的增长 并呼吁双方应该互补 而不是伤害对方通过对话和合作来否定零和博弈的叙述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美国特工突袭服药玻璃公司 这无疑是政治操作的典型例子 美国正值选举年 政客们急于寻找替罪羊来转移选民的注意力 服药成了不幸的牺牲品 这不是第一次 美国历来在选举期间喜欢找外国企业开刀 想捞取政治资本 比如当年的丰田汽车被指控安全问题 结果后来证明丰田的车媒问题 反而是美国政府的误导 这次服药也一样 这么多执法部门联手出动 简直是好莱坞电影的剧情 搞笑得不得了 楚天说 你这话未免太天真了吧 美国特工可不是无聊找事做 服药玻璃公司在美国工厂里展示的一些管理方式 的确让人不寒而栗 你以为金融犯罪和劳工虐待是小事 这可不是随便找个坏事来炒作 再说 选举年确实会有些政治操作 但执法还是要有证据的 好比当年美国揪破安隆 安软公司那样 欺诈行为没有国界 该查就查 谢琪琪 这话说得严肃得很啊 不过你别忘了 美国自己也不干净 你说的劳工虐待 看看亚马逊 沃尔玛那些大公司 他们的劳工条件也非常糟糕 说不定哪天也是特工们的访问对象 再说了 服药来美国设厂 创造了不少工作机会 美国工人不也因此受惠了吗 这种感恩的心哪去了 难道应该用特工来感谢服药 楚天书别偷换概念了 亚马逊 沃尔玛的问题 美国政府和媒体也没少报道和批评 对吧 我们在讨论的是服药的问题 不是其他公司逃避责任的借口 你说服药创造了工作机会 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非法行事 就像当年阿尔卡彭 Al Capone在芝加哥创造了工作机会 但他还是因为逃税被抓了 这就是法治社会 无论你有多大贡献 犯法就得付出代价 谢奇奇 你的例子真是够幽默 不过也够夸张 把服药比作阿尔卡彭 这可是大新闻啊 你这样说明显是夸大其词 服药只是被扯进了第三方劳务公司的问题里 连美国政府自己都说服药不是主要目标 这一切更像是美国在打贸易战的延续 无非是利用法律手段来打压中国企业 还记得当年的中芯事件吗 美国一纸禁令 中芯差点破产 这样的行为 说白了就是经济霸凌 楚天书 你的论点虽然听起来有些合理 但事实摆在眼前 美国特工的行动肯定是有根据的 即使服药不是主要目标 他们也有责任确保自己和合作伙伴的合法性 就像在中国 外国公司也经常被查 难道就因为他们是外国公司就不该查吗 法治社会就是如此 谁都不能置身事外 你说这是经济霸凌 那么中国对美国公司的一些措施 难道就不是一样的道理 公平竞争 遵纪守法 这才是全球市场的基本原则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 这可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特工行动啊 美国特工们 像动作片里的主角一样 突袭了在俄亥俄州的福耀玻璃公司 这可是那部备受瞩目的纪录片 美国工厂里的那家公司啊 这次行动的重点是调查金融犯罪和劳工剥削 你想象一下那场面肯定紧张得像是叠影重重的现场版 虽然福耀玻璃公司表示 自己不是调查的目标 主要是配合对第三方劳务公司的调查 但这无疑让中美关系再次变得火药味十足 中国在这时候派遣商务代表团访问美国 想要巩固经济和贸易合作 结果却迎来了这样的热烈欢迎 让人不禁觉得这背后充满了政治角力的意味 美国政客们可能会利用这个事件 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大作文章 成为新的话题点 这次突袭行动的时机真是有够巧妙的 恰逢美国政客们对中国逐步实施遏制措施 也让人不得不怀疑这其中的政治动机 福耀玻璃公司的运营受到影响 不过很快就恢复了生产 他们声明将全力配合调查 并且相信生产和交付 不会受到长时间的影响 看起来福耀玻璃公司还是相当有信心的 面对这次突袭行动 他们似乎没有表现出太多慌张 毕竟作为一家跨国公司 他们的应对措施应该是经过多次演练的 真是条见多识广的大白纱 在这次突袭行动中 特工们明确表示没有逮捕任何人的意图 只是集中精力收集证据并识别可能的受害者 这个信息听起来像是要给福耀玻璃公司 和周围的社区吃一颗定心丸 不过有一些居民暴称在附近看到疑似非法工人 这无疑为这次行动增加了更多的神秘感和不确定性 清华大学的一位国际关系教授表示 目前还无法断定这次突袭的最终影响 因为美国执法部门尚未发布正式结论 看起来这次行动主要与非法工人的问题有关 作为一家汽车玻璃制造商 福耀的敏感性比其他行业如芯片制造稍低 然而突袭的时机和政治背景 让他显得格外敏感 可能会在美国总统选举前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尼拉吉 安塔尼对这次突袭行动表示深感关切 他提到福耀公司曾获得数百万美元的激励措施 以期为俄亥俄州创造就业机会 可以看出福耀玻璃公司在当地的影响力和地位还是很重要的 任何关于他们的负面新闻都会引起广泛关注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 美国工厂这部纪录片 让福耀玻璃公司在中美两国都成了关注的焦点 片中展示了中美工人之间的文化冲突和相互适应 也让人们看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现实问题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纪念双边关系 45周年的研讨会上强调 中美合作对美国经济有着持续的增长动力 双方应该多合作 多对话 用成功的合作故事来替代零和博弈的叙述 希望这次突袭事件不会成为两国关系的又一个负面插曲 而是能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共同寻找合作的机会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